在一起两年了 定好今年年底结婚 可现在她告诉我不想结了 她的暴脾气和长空欲 真的把我压得喘不过气 我害怕结婚以后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为了这份感情 我付出了这么多 现在她说不想结就不结了 我努力地维持这段关系 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地不尊重 我不想我的后半身 都要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掌声请出这对听力 掌声有请 杨先生31岁来自湖南 有请杨先生有请 钟女士33岁来自湖南 来 有请钟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想不明白是吧 是的 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本来是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 她现在突然说不想结婚呢 你在小片里说水深火热是吗 是的 讲讲怎么水深怎么火热 以前在那儿 她脾气还是挺好的 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现在就是说她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三天一小草 五天一大闹 就前几天下班了之后 就是说把衣服放在酒间泡着 我当时还跟她说 我就是这个衣服我来洗 我会晚一点洗 我想休息会吧 她也没说什么 后来就是她爸爸回来之后 她爸爸跟我说 这个衣服你今天还要不要洗 她一下子就火热上来 直接冲到我面前 这两件衣服你洗了不就得了吗 你为什么要放到放那么久了你 你还一直坐在那儿玩手机 然后你现在住在我家里来了 然后我爸妈妈妈都看了这件事情 这样看得让他们好吗 怎么还没结婚就住人家去了 她住在我家呢 我觉得她没什么钱 工作又不稳定 住在我家你就方便一点吗 所以住在人家家在人家面下 日子好过吗 不是很好过 她现在就是管我的钱嘛 也是管得有点过分 甚至怎么过分呢 就是说我的工资卡都已经交给她了 她要是心情好的时候没什么事 就是心情不好 我就是说身上的钱 就是你一些微信里面 一些零发钱就都全部拿走 反过来就是我在外面去吃个饭 我还问她给我钱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身上电子货币也没有 现金也没有 是不是这意思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要在外面买个盒饭吃 还得她帮你付钱 是这意思吗 对 行吧你回答一下 姑娘刚才那问题吧 为什么不跟人结婚 我就是因为她脾气棒 甚至就是说一点尊业都不给我 有一次就是说 我下班之后有点累 回来之后在沙发上 我就去休息会 倒是一下子就突然就发脾气了 发脾气在家里砸东西 砸了东西 她就是还不解气 她是干脆就把我的衣服 布子什么鞋子 全部往楼底下扔 搞得就是父母 他们父母知道 身边的邻居都知道了 我很难接受 你扔这东西什么意思 她下班回家 就一直个人躺着沙发 打个手机一直刷 我跟她说话 就当我是空气一样 完全可以不理我 她为什么就不能 来跟我说说话干嘛呢 对 所以扔衣服的意思是 她在我家 你这样不理我 你对我又不好 你干脆就 就别坐在我家 你坐在我家干嘛呢 你就吃我的穿我的 还住在我家里 然后我心里觉得那个吗 我怎么就吃你的穿你的 我的根子在你手上 我问一句 按我的理解 一般人就搬走了 就觉得是个尊严问题 对 就是一个尊严 那你没搬走吗 搬走了之后 就代表去 可能就是分手了吧 我也有一点舍不得 毕竟在一起 那我真的对着很好的 然后我跟她 在一起出去的时候 我都不让她花钱了 就是要好啊 然后我每次 她有一次的时候 她在外面住房 刚才长沙的时候嘛 就要在外面住个房子嘛 她开始还没搬到我家了嘛 就到外面住了个房子 有时候她有一次说 没钱交房租了 我想都不想 你跟她把房子给交了 所以就是你是她的银行嘛 对吧 你给她花钱 你现在还管理她的钱 你不是她的银行吗 但是我对得那么好啊 她却这样对我啊 所以你的纳闷是 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娶我是吧 对啊 就今天 她说想不结就不结了 那我家人怎么看了我啊 那我父母怎么看了我啊 这位朋友 您就都知道我们结婚的 还住在我家里的 她现在说不结就不结了 你现在等于起虎难下了是吧 外人认为 这是你们家的姑爷了 实际你们还没结婚 是不是这意思 对 行 你到底想不想结吗 不想结婚 分手 我跟她提惯 她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之类的 都说我是什么白眼狼 我吃她的圈她的 应她的 难道你不是白眼狼吗你 我觉得你自己 也对我蛮好吗你 不不不 你是白眼狼吗 不是 我说你是 我怎么就是的 我的钱都在大说 我怎么是白眼狼 你就是吧 我就不是 你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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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没用啊 分手就得了吗 大家都说你是 你不是不就没事了吗 我就是跟她在一起 后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个时候她也不像这样对我啊 那个时候对我还算可以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微商的时候 我家里父母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然后她就一直在支持我 但是我还觉得这个人蛮可靠的 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到现在 她怎么对我的 我对她扶持了这么多 我两年的感情 我又对她那么好 我这么长时间 你算过你这两年为她花了多少钱吗 那关端不是钱的事情 我还很爱她 你还爱她什么呢 她应该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你的意思是她变了 她以前是什么样子 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嘛 开个新的有说有笑嘛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她没有来长沙 就在江苏那边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做微商的 就是我一个合作合伴 把她的那个微信推给了我 然后我就家了嘛 我就当个朋友就处一处嘛 然后处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也没见面 就只是每天只是视频电话聊天 后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三个月之后嘛 然后她就突然说 她用来长沙来玩两天 玩了玩了她就说我不走了 我就长沙来留着发展算了 我就在那找份工作 就租个房子 后来我也同意了嘛 不是家人反对吗 然后她也支持我 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家人反对你们俩 还是家人反对你当微商啊 家人不同意我做微商 你当时在江苏做什么呀 做物流啊 为什么去湖南啊 就是因为她嘛 我们是认识的时候是17年嘛 3月3号吧 那个时候 我就说6月5号我就来长沙这边 刚好我那边就是工作不是很好 就是说我来这边看一下 觉得她这个人也挺好的 我就在那边发展 后来就是在一起了 所以其实这个女人去 是你去湖南工作的一个桥头堡 对吧 没错 敲门砖 过渡时嘛 在家还喜欢一点 你看又有情感的依托在里头 又能够帮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来帮助我 所以你觉得她不错是吧 也不完全吧 她是人也挺好的 各方面都挺好的 咱们在这儿没有说谁不好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女人 真的是让你受不了了 就是我帮到她家住之后 在外面租房子租得好好的 为什么搬到人家去呢 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工作不是很稳定 帮到她家住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说 介绍你经济压力 第二个是 包括她父母也可能有我帮过去 重点是可以照顾她 两个在一起做得更好一些 你照顾过我吗 我怎么感觉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我在付出 你什么都没做一样 我有哪一件衣服是你买卖的 哪个送头什么东西啊 我钱都在你那里 我怎么买吧 好 来来 问一下 你男朋友现在一个月 挣多少钱啊 她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很高 哎呀 你就告诉我 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嘛 别不是很高 没钱 所以你拿的是一张空卡嘛 不是 我是今年 是从事换了工作 我现在在工地上做事 行 去年 你去年是零收入嘛 对 差不多 就人家养你嘛 也不是完全养 我多了啥 你没有收入你靠什么活嘛 咱们可能没收入啊 多了是 还是只是少 道理是少还是没收入 少 少到多少 三千块钱还是有的 三千 三千以上 三到五千 没有 有 我都不知道他钱去哪了 我以为他 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谁知道上一楼 我们要尝私房钱啊 我以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尝住啊 所以你那卡里面 是没钱的是吧 嗯 那你还哭什么穷啊 还说人家管得严 你说你挣了三四千 四五千 他说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那钱去哪儿了呀 我拿去叫房子吧 那是住他们家嘛 是后来 哦 你根本就没有多少工资好吧 不是 去年没什么东西 今年有钱了吗 今年 今年还可以 今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有七八千啊 这就翘尾巴了 我没看到你有七八千 那我的工资卡上 我好像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核心并不在这儿嘛 这挣了七八千就翘尾巴了 我不推测谁说的是实话 谁说的是假话 我们也没有这个职责 也没有这个权利 更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通过先生的回答 我们基本可以 看出一些问题来 我一开始觉得 你还挺委屈的 后来我觉得你还真是 你尊重过他吗 尊重过 你爱他吗 以前爱过 现在为什么不爱了 因为他有时候不 他的脾气为什么变爆了 就是这个女生一直 特别委屈的 没有说出口的 就是他说不出来 他表达不清楚 为什么 他以前是挺好的吧 你现在是不是不喜欢他了 是 那你告诉他我不喜欢 你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还吊着他呢 他不让我走 你可以走啊 腿在你身上 我还是有一点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你毕竟在一起接我对你来 他是你生活的一个后路吧 不是 你害怕嫁不出去吗 说实话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你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对吗 这是你的第一次谈恋爱吗 对 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 我肯定不会那么就 肯定要跟他结婚啊 这是你的初恋啊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你想我30岁的时候 才跟他谈恋爱的 才认识他的 别人的话都 那个女孩子都是 十七八岁的话就谈恋爱的 这是我的话 30岁的时候 我才跟他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 我第一次吧 我男朋友带回家 他第一次带回家的 哦 理解了 理解了 有压力了 我们今天坦诚的来说啊 我相信一开始是挺喜欢这个姑娘 对吧 对 我也相信去湖南 找这个姑娘比找工作更重一些 对吧 也可以这样说法 所以任何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 大概都挺纯纯的 没有什么杂志 是吧 是 可是相处了之后就会发现 对 有诸多的不合适 对吗 对 我相信你一开始发现 这个女生的不合适 或者她的任性 或者她的管控 并不是在住进他们家以后 对吧 是这样的 你能够理解她说的那些话吗 理解 你能够理解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觉得她没安全当务 怕她跑吗 怕 什么时候开始怕她跑的 就是有一次嘛 我跟她一起去 出去的时候回她老家嘛 然后在老家的话 那去她老家在少爷那边 然后我们就到了晚上嘛 是在酒店里嘛 她突然人就不见了 我打她电话也找不到了 然后发微信也不回 过了很晚的话晚上才回 她突然跟我说 她去帮她一个朋友了 那我听到 我当时出处的时候 我都给你打过招呼了 我说我去办理事 晚一点回来 是回她老家 还是出去旅行啊 是回她老家 我跟她一起回她的老家 那为什么没有去家里啊 因为当时嘛 在家里嘛 因为农村嘛 游的那个不方便的 说两个人 一个情侣回家嘛 是不能 晚上两个人 是不能住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去深究这个事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 谁说的对 谁说的错 我有时候真的 我自己理解啊 在情感当中这个时候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每个人站在 各自立场的时候 总能找到 对自己有利的说辞 就是你觉得 她可能有点万恩负义 对 她可能还觉得 你已事欺人呢 你觉得她很懒惰 她可能还觉得 她很勤奋 你是觉得 你一直在照顾她 她觉得 可能在情感的付出上 她比你还多 对 所以这个事儿 是说不清楚的 因此我想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变化 就是为什么两个 其实这个舞台上面 很多年轻人都说 我们一开始相爱的时候 都是这样 怎么谈着谈着恋爱 就发现 不是那个人了 到底是人变了 还是真实的自己 更清晰地呈现在 对方面前了 我相信你们今天来 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建议的 对吧 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首先分享两个 现代汉语名词 尊重 重视而严肃对待 尊严 独立而不可侵犯 女生对男生 是没有尊重的 恃宠而骄 嚣张跋扈 男生 前期是寄人篱下 人穷志端 后期呢 是毫无底线 心机颇深 他肯定是不尊重你的 尊重当中 有照样的问题 还有你自己 是否有尊严的问题 你是否独立而不可侵犯 前面讲到说 东西给你扔出去 你默默地捡了回来 为什么 你虽然一直不承认 但是我读到的信息就是 住在他家 省房租 吃的 喝的 用的 按照他讲的 都是他的 你吃人家 住人家 拿人家的 一般男人 转身就走了 你不走 就是人穷志端啊 你这样没有尊严 没有底线的生活在他旁边 他自然不会给你足够的尊重 尊重不是要来的 是自己正来的 你没有 现在好了 月收入七八千了 想翻身浓奴把歌唱 好的 我们节目现场来说 你再不尊重我 我不跟你过了 他不放你走 所以你今天来了 话就说得不要太漂亮 我们今天在这儿就坦诚地 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就是他如果再不尊重你 你就打包走人 不要说什么 他如果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样 我告诉你 以前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 他不会变成以前的样子了 他刚刚讲什么 遇见你之后 他变成了更糟糕的自己 我们台恋爱 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但是他不是 他越来越不好 自从他搬到你们家以后 你们的情感关系就失衡了 为了寻找这样的平衡 你开始 骂他 侮辱他 甚至用经济来制裁他 这样你才会心里平衡一点 不然你凭什么住到我家里了 我们讲啊 人啊 三穷三富过到老 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自己 生活和事业非常低谷的时期 如果我们爱他 就包容尊重鼓励 帮助他 而不是去见他 你今天来 也是由于不甘心 如果你是因为不舍得 那我们可能会劝一劝 但仅仅是说 我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了 你现在还要甩了我 我不服 我觉得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男生三个字 搬出去 女生三个字 认了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左燕老师 郭文雄 一个大男人 干嘛在婚前 要住进女方父母的家呢 你确实是省了一点房租 但你让自己排不起头来了 你在别人的屋檐下 被人家指手画脚 那是必然的 就是今天来到了现场 你也是被人家捏着软肋 你吃人家的 用人家的 我们说 你是不是为了爱 才住进去 我不这么认为 你恰恰是在他家里 你找到了自己 生活的安全感 当然 女生确实 想控制她的生活 控制她的情感 控制她的工资 她又不是你家养的小狗狗 你这样的一种控制 绝对不是其乐无穷 是她难受 你也难受 所以 面上看 你患上了婚姻恐惧症 但这个药方 一般捏在她手里 另一般是捏在你手里 因为你对恋爱 对婚姻 我认为 你的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 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有志气 真正地去拼搏一下 去赚一分 稳稳定定的 有希望的钱吗 为什么今天少 明天多 这个问题就出在 你的价值观上 所以这一个问题很显然 你们要改 两个人都要改 如果不改 那这样的婚姻恐惧症 它就成为了一种变软了 好 谢谢伯鸿兄 来 莎达老师 你俩 从上场到刚才结束对话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都在始终强调着 自己的付出 但是你们两个人的付出呀 为彼此的付出都不真诚 现在都在拿着付出 强调权力 先来说姑娘啊 你一直说 我为你花了多少多少钱 你就必须得娶我 你现在不娶我了 算怎么回事 那换言之 你为她花这些钱的目的 就是要让她娶你 逼婚如果逼到这个程度 用付出来强调 我一定一定要嫁给你 一定一定要娶我 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了 你不是嫁不出去的吧 那就算现在这样 你为她花了这么多钱 付出了这么多 人家就不娶你了 你能怎么着 你要怎么办 你说我钱白花了 付出白付出了 可是那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如果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那你就是带有目的性的付出 如果是你心甘情愿的 你就没地儿说理去 千万不要 在这样面对面的时候 强调 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说不娶我就不娶我了 特别难看 就是当两个人 把彼此的付出掰开了 揉碎了再讨论 谁付出多 谁付出少的时候 这段感情 基本就已经接近终点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把脸 放在地上了 拼命付出的那个人 就有权利要享受更多吗 并不是 在爱情当中 就是这样不平等的 不是说你付出了一百分 你一定会得到一百分的回报 但这一百分 是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付出 挂在嘴上 那对于男生来说呢 您是什么呀 您就是那个放下筷子 骂厨子 什么意思呢 当初 钱 您是主动交给他要管的吧 然后呢 住到他家 也是你默认了 我住到你家 然后 实则受贿的是你自己 帮你这个减轻了 经济上的压力 便宜都让你占了 咱不要做那个 放下筷子骂厨子的人 咱们受到了照顾 受到了优惠 或者说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想受到了 人家为你的付出 你就要怀着感恩的心 你受到了这些 他对你的好 然后你不念他的好 你还翻回来倒打一耙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所以我就说 你们两个人 在念着自己的付出的同时 都不是真诚地在为对方付出 如果既然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趁大家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还带着一定的尊严 在这个场上站着的时候 我们就好聚好散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陀老师 在长沙租一套房子并不贵 即便是现在 差的八九百 跑的一千五六两千 如果男生真的能够挣到七八千 其实现在就搬出去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想当年我跟你一样是个外地人 从江西到长沙 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 就是长沙本地人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住到她家去 因为一个男人 如果在没有结婚之前 就要开始住到女方家去 其实恰恰证明了 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 而女方也万万不会带着 自己的男朋友住到自己家去 因为她希望自己的父母 明白我找的男朋友 不是一个等 靠 要的人 你也希望自己在父母面前有面子 找的男朋友是个独立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去呢 那是因为你们本身对婚姻是存有目的 你想找个听话的老公 他想找个舒适的港湾 我们一开始特别想不明白 一个女人这么羞辱自己 说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 你这个白眼狼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能够羞辱男性的词语 都用在你身上 你为什么还能够在那个家里面住得下去 网上有一句话大概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是爱吗 是责任吗 是没钱 但我更准确点来说 不是没钱 是时机还没到 你要是真的挣得到七八千 又或者是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对你更温柔的女子 我想不明白你还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 你说呢 而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的 但凡是到这个场合来做节目的情理 大概都面临两种打算 第一种打算真的是来找方法 第二种目的 就是心里憋屈没处说 要到这个平台上让大家平平理 于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情侣 她的言辞无所不用其极 夸大自己的痛苦 夸大自己的悲伤 但凡是像第二种目的的情侣 其实他们对婚姻都抱有问题 对于自己的付出 都富有代价 都含有条件 你就说嘛 你那些难听的话都说出了口了 你扪心自闻你有多爱 你觉得你们俩还能过到一块去吗 其实你们两个人 都是不太爱惜自己尊严的 所以才会在一个场合 有什么私生 所以既然一开始就抱有目的 这个目的现在已经破裂了 那现在最需要的是给自己一点面子 给对方一点面子 对 你们俩赶紧分 对不对 好 谢谢图老师 友情提示一下 谈一次恋爱就成 还挺难的 这个概率比较低 所以谈一次也有好 就是你了解了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毕竟不是跟自己的对话 它是跟另外一个人的对话 这是给你的 马医生 你还记得我们俩关于是不是白眼狼的那个争执吗 其实你做一些事如果你的内心并不是那么想的 你可以不要介意别人的看法 人嘛凭良心做事就好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良心左右不了的 知道是什么吗 我可以特别感激左颜老师 对吧 但是你说要爱 靠这种感激是一定爱不上的 就良心这件事在爱情面前它用不上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最后就是说一个特别感慨和感触的东西 就如果我们把这个穷等同于没钱的话 那其实你真是一个穷人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穷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 我指的这个穷就是他没有精神世界 没有自我尊重 没有对别人的尊重 没有对别人的善待之心 其实跟你有多少钱没有关系 你会看到很多到一个城市去漂泊的人 坐着工作 自食其力地生活着 他们依然有他们爱的人 他们的爱情依然是让你限的 所以穷这件事千万不要简单地等同于没钱 如果把钱当成一个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 这就是悲剧吧 其他的东西不说了 留给你们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可以直接读对吧 说吧 我无力的感情 强悍的是命运 不说了 你爱是选择 来 请亮灯 他死都你 九年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问 说可以直接走吧 对于他们这对情侣来说 如果有人可以这么坦诚 说明四位老师 今天给他们做的一些 不同角度的分析 对他们有用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官们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下载 金云U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金云UP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通讯是否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结果 请开门 怎么了 沉默了 说他们的时候 我看你们脸上洋溢的是 对啊 没错啊 该分呢 真分的时候他们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受特别真实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一段美好的爱情 我们就觉得 即使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都羡慕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分开的时候 即使是这样 觉得该分 真到你见证那一段时刻的时候 你还是有点心里有点 觉得不是个滋味的 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人本性的一种基本的善良 但是你回头去想 如果是你的身边的朋友 他们就在这个际遇当中 他们没有看明白 你们看到了 你们是愿意做一个 说破的人 还是保持沉默 随他们去呢 好了